你好美女 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盐大壮是在这个小区住吗 是的 你找大壮有什么事吗 大壮 我 太热了 妈妈 别哭了 咱这不是找到了吗 这个盐大壮还真醒来 什么时候在外面欠了风流债 还弄了一窝 盐大壮 找你的 大壮 你让我找得好辛苦呀 哎 你是谁呀 说说吧 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 盐大壮 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害妆是吧 大方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大壮 你敢说 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吗 大姐 我真不认识你 你可别过来害我呀 哎 也难怪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那年 外面还下着大雪 我被我老公赶出来了 正准备跳河呢 是你救了我 你把你身上仅有的五百块钱 都给我了 让我坐车回娘家 到家才发现 自己怀孕了 要不是当初你帮我 哪有我们娘俩的今天啊 我打听了半年多 才知道你在这里住 所以我就带着孩子来了 儿子 快给因人磕个头 不用不用不用 你不说啊 这事我都忘了 这些年 你们娘俩过得还好吗 这些年 独自开了一个厂 效应还可以 这十万元钱你拿着 要不是你 我们娘俩 早就没命了 不行不行 这钱啊 我不能要 你就拿着吧 搞定就得有好报 后来啊 我娶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媳妇 不是已经有好报了吗 这钱啊 我真不能要 这钱啊 我们真不能要 你赶紧拿回去吧 以后啊 带着孩子经常来玩 这门啊 你也认识了 是不是啊 是的 随时欢迎 你一生清凉 身旁那么多人 可世界不舍不想